Hello 歡迎各位聽眾朋友 回到8.25國際大棋局的第一節 有一個重要的呼籲 因為這樣說 我們澳門的收訊 尤其是在打風之後 是比較差的 所以今天我和台長都用了好一段時間 去測試不同的位置 結果到現在台長那邊一定沒有問題 現在我們IT是負責去錄音 但是澳門這邊都是這些卡的 包括剛才試咪的時候 我都聽不到台長整句完整的話 所以譬如今天我們IT錄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我的反應遲了 或者聽不到再問一次 大家就不要介意 其次就懇請大家目前訂閱我們兩邊的頻道 說的是消耗民眾一台二台 因為我們目前正在遭受Youtube的打壓 我們沒有任何收益 所以這段時間就很需要大家支持 訂閱方法可以訂我們Patreon 或者可以晚上直播節目 打賞我們透過不同的QR Code 例如中銀、轉數快可以支持一下我們 也有些聽眾 例如大家成年人 沒有意義的方法 不需要說的 例如有些聽眾說我支持 結果到最後都是沒有的 其實不需要叫我們的公共人員去檢查 原來你根本就是玩我們 沒有意思的 大家成年人 這些玩笑就不需要開 也都這樣說 例如我們晚間直播節目 好像昨天這樣 其實有很多位聽眾都說我們支持了 但到後來我們都找到一些聽眾 根本就沒有的 其實我們實際這幾天做直播 其實我們收到的錢 連那個叫做 就是我們給前線人員 那些主持 出場費都不夠的 當然IT的工作人員都不再說 基本上我們晚上直播節目 我們做一集就試一集 但是我們都堅持做的原因就是 因為的確有很多聽眾說 晚上是睡不了 或者時間很難過 希望我們陪他多些 我們為了大家才去繼續做 但是呢 必須這麼說 我們去請主持 我們後勤工作人員 我們每組一集都有成本 那那個成本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不支持 那其實我不是司徒民進一個人去頂 但是司徒民進呢 必須這麼說 我們目前澳門情況不樂觀 你說如果是我做生意OK 有多餘錢 去做這些事情都可以 但是不行的 目前的確是不行的 那譬如你有一些 我現實式的朋友 打來關心 那打來關心呢 其實必須這麼說 最直接呢 其實大家都是認識自己人 你可以都支持一下 那有很多朋友 就打來八卦 問是否經營很辛苦 那去到最後呢 那其實這些朋友 是完全是不會支持 不會課金 但是他仍然是每集都聽完的 那我都跟這些朋友呼籲一下 如果你真的認識我的 在你認識我這麼多年 你幾可會聽過我 去對人有請求 那所以呢 如果真的認識的話 你與其問這麼多事情 要我去招呼你這麼多 解答你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不如到那一段 你夜認真真 你去課金支持一下我們 那我覺得會實際些 在這裡呢 也都講聲 我們直播節目 好像昨晚我們講打風夜之餘 我們有位澳洲的聽眾 談了很久 講一些澳洲的情況 也都提及到 澳洲也都有一些華資的爛尾盤出現了 也都講了一些 其他的澳洲的事事 或者澳洲的一些政府的取態 那我覺得這些直播節目 就不是說吹水的 是真的有個份量 那大家呢 就是有東西在裡面說出來 那大家都可以去聽聽的 那另外呢 我都去交流了一些 叫做賭場 賭業的看法 那他也都是 叫我積極過澳洲去 發展一下賭業 那我都會考慮的 那都會先做一下功課 那所以大家 除了聽大棋局 或者聽我們其他 譬如青春神秘學 今天我們有最新一集出的了 那聽這些節目之餘 那可以聽我們晚間節目的 那有嘻哈 有吹水 也都有認真的 那可以 就是我們都有不同的時段 切割開 那大家可以 恩應回 去聽你喜歡的東西 例如那些聽眾說 我只是聽 講夜長 講溝女 那你就聽後半段 通常我們切半段 都是講時事的 那可以恩應回 那好了 那今天回來呢 交支咪咪給台長 那我這邊收得不太好 那要台長講多些 好 那今天呢 那當然那個最重要 首先就是那個風球 叫了起床時 咦 風平浪靜 那我昨天呢 我已經講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在問的時候 喂 那風是來勢空空的 但是我 就有一點點力排中意 昨天那個風呢 雖然厲害 但是遇到這個理事力場 大家仍然要上班的 所以呢 我想有一件事 就香港和澳門很不一樣的 因為香港有理事力場 總之夜晚 一定是夜 就是火工就要掛風球了 掛爆風球 那但是一到早上呢 大家就千萬不要想著 打一下子夜 睡著一點點 然後呢 就看看怎麼樣 因為呢 一到六點鐘 就差不多肯定了 就開始下波了 那無論外面的風是多大都好 那我這個不是陰謀論 我這個 我這個是一個很切實的一個經驗 告訴我 香港真的有個理事力場 那阿成哥一天在那裡 這個理事力場呢 都就是 繼續發揮威力的 那但是當然呢 很多走出去 今天就說 哇 林歷先生去上班 那些人當然不相信 說外面 就是你說 風平浪靜呢 又不見得了 為什麼突然間呢 他在陽光普照之後呢 然後下大雨 又有大風 就是 近年的風呢 其實真的是怪怪的 以前呢 那些風就是 唯一大風的時候 總之就是 那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就是大風 那現在這些風不是的 這些風呢 就 我昨晚晚上回家的時候呢 就是華風華雨 但是我也很有信心 就是理事力場就一定頂得住 但是今早早起床的時候呢 又是華風華雨 就是五、六點的時候 但是一到六點鐘 又是出太陽 然後呢 過了沒多久呢 又是很大雨 那麼 那如是者間歇性的 就令到人很無所適從 為什麼呢 喂 那你三號波 你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那些 那些棚架啊 或者招牌啊 吹下來啊 甚至 有些雜物吹下來 都是危險的 所以今天早上有人拍照 拍了一些片 怎麼大風發 為何天文台掛三個風球 我相信打工仔和老闆之間的矛盾 都是存在的 一定是存在的 打工仔又做得這麼辛苦 想休息一下 老闆就怕虧錢 尤其是這兩年 那個經濟情況一定是很差 尤其是食肆那裡 有人我就看到的 就說 我們做事的時候很勤力 打風都上班 其實我自己觀察 不是現在的工人很勤力 而是差不多可以說燃燒到盡了 比如說以前 比如說我們初初出來做事的時候 真的是拼命的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但是那個時候那個情況不同 就是你覺得你拼命之後 有得升職 不過環境會改善 甚至可能智業之類的 但是現在你會發覺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做來做都只有一個吉 你可能在說 比如說就算你有機會加工也好 房租和其他的生活費用又不斷上升 其實很多人去埋怨 為什麼現在的人好像沒有以前的勤力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錯覺 錯覺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勤力 其實你是希望接著有一個回報 你不會說我勤力之後 我純粹是為勤力而勤力的 而是你勤力 你是希望今天付出的努力 明天會收到那個成光 但是現在你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所謂躺平這個情況 如果你橫觀去看 其實就不只是說中和大陸 甚至在香港 其他地方 甚至日本 都開始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你覺得你做來做都只有一個吉 這個是一個環球性的經濟問題 所以大家當然啦 如果作為老闆 希望員工拼命 打風都上班 但是你要看一看 如果員工拼命的話 他有沒有相應的一個報酬上的提升 這個報酬上的提升 不是你加他人工不簡單 他那個收入或者他的報酬 要跟得上那個通脹 跟得上所有物價的飆升 當然啦 這些就不是說一個小市民說出來 就可以在那裡形勢 但是說出來告訴大家 很多時候我們去分析社會的情況 要看香港呢 要比較深入一點點 還有那個角度要比較闊一點點 不要只看香港這個地方 那麼今天當然啦 台長啊 台長啊 不好意思啊 打斷你一會兒 打風那裡呢 要是我有一點點想補充一下 澳門那邊呢 其實呢 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呢 昨天呢 其實譬如掛風球的時間呢 那麽是撞正了呢 有很多那些賭場呢 的人的收工時間 那麽以前如果是賭廳處理方式呢 賭廳會給那些 譬如 如果你11點隔風球 你11點下班的 他可能會早半個小時他讓你走 起碼你可以搭到車走了 那麽跟著就叫下一班的人早點回來啦 那通常你打風你就不會說 喂 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小時後打風 不會的 他一定最少呢 他早幾個小時跟你說的 那麽以前賭廳呢 那些人事部呢 就會打電話給下一間 就說不如你早點回來啦 那麽跟著呢 去接啦 那麽你去到第二日未落之前 你那些時間就當是OT啦 那麽現在呢 反而呢 你去到一些博企 一些大公司呢 他們是沒有這些人性化處理啦 那麽例如呢 就是出現很多次的 有些荒謬的事啊 講的就是呢 你叫那些人 他們11點掛風球的 你一定要他們做到11點 跟著呢 他就沒有車走啦 那以往沒有車走呢 賭廳都會安排自己載客的車人車呢 來送伙企走的 那麽博企不這樣做啦 那麽他不會安排他的車啦 那麽他又沒有車搭啦 那麽也都不讓那些人走啦 因爲說你現在打風球啦 你不出去啦 那麽就危險啦 那麽其實呢 那麽那些人呢 那麽以往呢 你的博企都會 啊 我給那些酒店房這些伙企 兩個人一間好 怎樣都好 你睡一陣啦 休息一下 那你第二天下了風球你就走啦 那麽到昨天呢 有些博企是怎樣呢 那麽他們完全是沒有給房的 那麽就叫那些伙企呢 那麽你自己在那個賭場 或者那個商場的範圍裏面 或者是怎樣的 你自己想辦法過 這樣 那麽其實這麽很不頂的 那麽一個休息的地方都不給人 那麽去到你又困住那些人 又不幫忙 早一點點走 那麽最慘有一些呢 已經是開工不足的了 即是說那些人可能是 半咒 或者一大半咒 這樣 因為要配合你那個 現在沒有生意的政策 那麽那些人呢 就等於被你困住在賭場上 十幾個小時 那麽第二天呢 你又要他呢 即是他根本就睡不到 沒得睡 那麽累的情況下 你又要他第二天呢 又要是如常上班 那麽其實這種呢 對這些員工是一個折磨來的 那麽我想說 既然賭廳都處理到的事情 為什麽博企都不用心去想一想 那麽站在員工那邊 而是你這樣去勉強 尤其是你那些員工 年紀有很多都不是年輕的 即是說那麽都三十歲以上的 那麽你很辛苦的嘛 即是你又困住他 不讓他走 他又要到處找地方坐 找地方走 跟著 雖然你沒有客人 那麽你大問題 我覺得就可以是處理靈活少少 就不要這樣去折磨那些員工 你現在每次打風呢 都有一班的伙計是被這樣折磨 而且這班人是得不到任何的補償的 他不會視為這樣的政策困住你 就要補償給你的 那麽所以這件事就很不人性化了 台長 那麽這個一定要出聲 因為昨晚呢 就有澳門的聽眾是打來吐苦水的 即是他講一講就是這樣被困住的事情 那麽所以在這裏 借這個機會講一講吧 台長 那這些企業 老闆資金和員工的矛盾呢 就是什麽時候會激化呢 就是老闆找不到錢的時候 那老闆找不到錢的時候 外面的環境都不好 員工本身已經是 心理壓力很大了 隨時怕被你抄磨這樣 那麽這個時候呢 做少少事情 其實很簡單的事情而已 體諒一下員工 你做好少少這些準備工作 其實根本就不需要花錢的 爲什麽不在這個時候 早些大家都一起可以渡過這個難關呢 我們講了之後 有關方面應該聽到都可能會從善如流的 不過我相信是這樣 有些人會覺得澳門會比香港好的 爲什麽呢? 就是澳門呢 都不會說早上九點鐘和你改回八三個風球 他都改到十一點了 大哥 起碼你有半天了 那麽現在不是在香港這裏 晨早又要趕回去開工 所以大家就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但是博企那個情況呢 大家要清醒一點點了 這個是一個大維的改變 來的 大形勢的改變 如果大家還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寄望呢 我覺得就 很容易會希望還得到 那個希望還得到